到處下雪,不如就收買最後一層薰衣草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收割法國普羅王絲的浪漫 薰衣草其實有很多種 而在多倫多最常種植的就是English Lavender 因為它比其他品種更加硬 可以抵禦到這邊的冬天 所以在Nursery或者原藝中心買的時候 就要留意一下它的拉丁名字 不要買錯了 如果買了French或者Spanish的Lavender 有機會就過不了冬 而現在來到秋天的尾聲 當然要完成最後的收割 通常收割薰衣草都是在早上 因為太暖暖的時候 精油就會很容易揮發 你現在看到的是含包代放的薰衣草 就最適合收割了 因為香味和顏色都可以耐久 如果你看到開花的 就可以不折留給蜜蜂彩花蜜 不過現在最後一層就收割了 收割的時候和修剪一樣 剪Interception 而不是剪勁的中間 減低會染病壞死的機會 可以剪長一點 那就容易之後綁起和掛著 但要小心不要剪到木側層 因為那些勁有機會不會再浪費的了 如果你想可以在這個時間收割 來木側層遇到大概六寸左右 可以收割過多的枝條 或者等到夏年春天那時候才收割都可以 基本上薰衣草不用下肥料 因為他們喜歡生長在沒那麼肥肉的泥土上面 但是一定要夠疏水 太多水就很容易拜拜了 收割完喜歡的可以略略洗一洗 然後紮起就可以把它倒轉 掛在空氣流通的地方風乾 我這裡就分開了開了和未開花的薰衣草 打算用開花的薰衣草沖個花茶來喝一下 風乾的時間因應不同地方略有不同 通常是兩個禮拜至一個月不等 現在天氣冷 掛室外就可能要久一點 想知它乾味 很簡單 將條桿子一折 有清脆的折斷聲 就代表沒有水 風乾完成了 風乾完成之後 就可以把花枕掠出來 放入玻璃瓶存放或者備用 放入一個袋子 放在枕頭邊 一邊睡覺 一邊聞著陣陣的薰衣草香味 凌晨靜氣 舒緩壓力 幫助入眠 而開了花那些就可以用來沖茶 舒解壓力 鬆弛神經 還可以幫助消化 用剩下還可以拆在瓶子裡 入少許油 讓它慢慢揮發 這次就說到這裡 留言告訴我 你會用薰衣草來做什麼 下次再說 拜拜 往北走 往北走 走 往北走 往北走 左走 我來看 太美 過了